好了,回來了 習主席昨天坐專機去到莫斯科 昨天的事 相信大家可能在電視新聞也看過 他下機的時候 受到儀仗隊的歡迎 習主席會留到星期三 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 即是留到今天 習主席做了些什麼? 習主席跟普京聊天 一對一聊天 會談都聊了四個半鐘 這四個半鐘是閉門會議 裡面說了什麼? 沒有人知道 但是之後習主席 跟普京一起吃晚飯 繼續交流 兩個人會談之前有寒圈 也形容對方是親愛的朋友 習近平也提到俄羅斯明年會舉行總統選舉 就說普京的堅強領導之下 俄羅斯繁榮發展 就取得長足進步 習主席就說他堅信俄羅斯人民一定會繼續支持普京 這樣 普京就祝賀習主席 再度連任這個國家主席 又讚賞中方對國際形勢 採取平衡態度 普京就說 俄方已經研究中方關於解決烏克蘭衝突的建議 對此表示尊重 這樣就會加以討論 你說有沒有可能會停火 我真的不敢說絕對不可能 這個 講死說不可能停火 我覺得是言之上早的 因為普京都說了 你說是門面說話而已 如果單純是門面說話 就不需要再談四個半鐘 我的看法就是 這是我操錢的看法 普京強調 俄羅斯和中國兩個國家 在國際舞台上 一起合作 肯定 有助於加強世界秩序 和多極化的基本原則 習主席和普京 星期二就會正式回談 即是今天 留到明天 我剛才說了 日子我都弄錯了 好了 明天3月22日 今天3月21日 習先生明天離開俄羅斯 應該這麼說 今天 習先生和普京 就會正式回談 俄羅斯方面說 除了討論經濟合作 雙方都會討論 軍事技術合作 並且簽署多項雙邊協議 你說會不會停火 這個呢 我認為呢 就 不是 絕對不可能的 那 那麼 習主席去到莫斯科的時候 又回一回帶 去到莫斯科的時候 習主席有個書面講話 他就說 中俄都是世界主要大國 以及聯合國安理會上任理事國 在國際事務中 發揮重要作用 面對動蕩變革的世界 中方願意繼續與俄方一同堅定維護 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堅持真正多邊主義 推動世界多極化 以及國際關係民主化 那麼 習近平當時也有說到 期待在訪問期間 就和普京 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 深入交換意見 相信這次的訪問 一定會取得封石的成果 就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駐入新動力 那麼 美國方面怎麼說呢 美國方面的說法 我遲些再說 再說一件 習主席說的話 這是根據新華社的報導 在談到烏克蘭問題上 習主席強調 大多數國家都支持 緩和緊張局勢 主張勸和速談 反對火上囂遊 歷史上看 衝突 最後都需要通過 對話和 談判 解決 這個 其實西方也是這樣說的 所有衝突 其實現在德國那些都已經這樣說了 德國呢 有些前外交官都出來說 其實現在你要想一下 如何和談 所以你說和談是完全不可能 或者停火是完全不可能 其實就不是 歐洲方面 其實他們現在 找了一些前外交官出來說 他們說大家都要想一下 俄羅斯和烏克蘭和談 要怎麼做 他們已經說要想定 好了 那 中國當然是 專門發佈了這個立場文件 這個立場文件 西方當然是 當你亂說 西方其實是 就是 癡之以鼻的 這個叫做 關於政治解決 烏克蘭危機的 中國立場 那 俄羅斯方面 對這個 立場 高度讚賞 就是 中國為解決衝突 做出貢獻的 真誠願望 但是 要看 其實西方國家 不是這樣看的 不過待會我們說一下 西方國家是怎麼看的 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 反對冷戰思維 反對單邊制裁 中方就認為 越是困難重重 就要為和平留低空間 越是矛盾尖銳 就越不能夠放棄對華努力 中方願意繼續為 推動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 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普京又說 俄方讚賞中方在重大國際問題上 一貫秉持公正客觀平衡立場 主持公平正義 那俄方認真研究了 中方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的立場文件 對和談 持開放態度 歡迎中方 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 當然 今天他們還會再有回談 兩個哥哥還會再有回談 規劃未來一個時期 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新南圖 剛才提到 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 其實我們之前有說過 裡面是什麼 但是 我們當時沒有提到其他國家的反應 俄羅斯的高度讚賞 哈薩克 外交部 也是歡迎中國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 認為中國的提議值得支持 哈薩克 這個托卡耶夫 這個人是厲害的 因為有助於阻止殺戮 並且強調 除了完全根據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和平解決這個問題之外 沒有其他選擇 那麼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 杜加里克 他也有說到 中國發佈的和平倡議 是重要貢獻 因為中國的立場是寫得很清楚的 說不可以用核武器 這是很重要的 喏 那麼馬克龍怎麼說呢 這個法國總統馬克龍 他說 中國參與和平努力是好事 不過他希望中國可以做更多事情 馬克龍就說 只有俄羅斯停止侵略 撤出軍隊 尊重烏克蘭 和人民領土的主權 和平才能夠實現 那麼歐盟怎麼說呢 馮德來欣就說 中國的建議不是中立的 這不是一個和平計劃 而是中俄的一個原則 必須在特定的背景之下看待 這個當然是癡之以鼻 對於中國提出 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 另外 蘇利文 他怎麼說呢 蘇利文呢 這個就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他就說 第一個反應就是 第一點已經說了 要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 那麼烏克蘭 沒有攻擊俄羅斯 北約 沒有攻擊俄羅斯 美國 沒有攻擊俄羅斯 這是普京選擇發動的一場戰爭 美國的立場就很清晰 美國的立場就很清晰 另外 德國的總統也有出來說 就是說 中國是不是一個誠實的調停人 那 為什麼他找總統不是找總理出來說呢 當然是要有位子走 德國人也很聰明 他特地找總統出來說 中國如果想做一個誠實的調停人 中國政府就不單單應該跟俄羅斯對話 還應該跟烏克蘭對話 還有中國一定要在聯合國明確指出俄羅斯是侵略者 那 德國聯邦 議會外交委員 主席 他也出來說 這個 Michael Roth 這個叫羅德 或者易祖 他對中國國宣佈的和平倡議 是沒有希望的 因為中國在俄烏戰爭的立場 就不是中立的 而且在政治上和經濟上 支持俄羅斯 但是為什麼會說德國人也很聰明 有位子走呢 因為德國總理索爾茲 稱讚中國譴責使用核武器 其實他們也是要有位子走的 你也要留意一下 是明確說明了 不可以用核武器 不過中國當然沒有說 要俄羅斯軍隊撤出烏克蘭 沒有明確寫 如果你明確寫的話 其實大家都不能談 說句實話 如果現在要停火 減少殺戮的話 烏克蘭某程度上 都是要 作出一些妥協的 現實就是 你在想說 完全沒有領土的損失 可以百分百恢復故土 即是烏克蘭的情況 其實不太行 烏克蘭的觀點當然是說 他們質疑中國的中立性 還有就是 烏克蘭說 中國沒有跟烏克蘭對話 也沒有看到中國支持烏克蘭 烏克蘭說 希望看到中國為建築戰爭 就更加積極地做更多事情 那美國 當然有新的立場 現在就要講一下美國 新的立場 美國呢 他的大佬 他沒有怎麼說 如果你留意一下 拜登 他不是自己說的 你一定要留意一下 或者拜登很聰明的地方 他就是找人說 很多事情 那 為什麼會這樣 我就告訴你 美國方面 他當然是要有位子走的 美國是一定要有位子走的 他們 為什麼有位子走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如果沒有位子走的話 大家其實是不用談的 其實就是 所以有些事情 根本都是要大家 有辦法 走一下位子 這樣才行 當然 白宮當然有說 想跟習主席談談 但是習主席沒有安排 讓他談 但是問題在哪裡呢 布林肯出來說 Anthony Blinken 就是國務卿 那麼 布林肯怎麼說呢 他就說 中國 不認為俄羅斯 應該為他在烏克蘭的暴行負責 這是布林肯的說法 因為 現在 國際刑事法院 用戰爭罪 對俄羅斯總統普京 發出逮捕令 習主席他照樣去 俄羅斯國事訪問 那就是 中國不認為俄羅斯 應該為他 在烏克蘭的暴行負責 這個是屈的 這是兩樣東西 我也要說回 國際刑事法院 這個機構是什麼 就是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其實中國 沒有簽署 也沒有加入 這個規約 這個 國際刑事法院 它是什麼呢 它的基礎就是 國際刑事法院 羅馬規約 中國是沒有簽的 中國是沒有加入過的 不只是中國沒有加入 我也要說 印度也沒有加入的 印尼也沒有加入的 沒有簽署也沒有加入這個規約 喏 但是美俄在這件事上是很有趣的 喏 美俄呢 就是他們簽了一個規約 接著就撤回簽名 即是美俄也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他們在2000年有簽羅馬規約 他們有簽的 接著他們就撤回了 那 這個 就是聯合國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有多少個國家是簽了 以及宣佈了生效是替約國 其實只有英國和法國 中國沒有簽 完全沒有簽的 那麼 喂 根據規定 我都沒有簽的 這件事不關我 即是沒有簽的 是吧 你美國簽了名字之後撤回 俄羅斯也是簽了名字之後撤回 即是你們兩個都是沒有簽的 即是嚴格來說 對不對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那麼 布林肯拿這件事去攻擊 習生 或者攻擊中國 其實是多那餘的 喏 那麼布林肯他怎麼說呢 布林肯就說 如果俄羅斯 在中國或者 其他國家的支持下 自行停火 都可能是拖延的戰術 那麼布林肯就警告 不要讓俄羅斯這些戰略行動 就餘龍 布林肯也提到 如果中國支持 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去結束戰爭 應該在這個基礎上面 就跟烏克蘭總統 扎蓮斯基接觸 並且用影響力 迫使俄羅斯撤走部隊 其實 即是中國哪有影響力 可以迫到俄羅斯撤走部隊 是沒有的 即是為什麼說沒有呢 我們中國 即是 一些不平等條約 即是跟俄羅斯簽的不平等條約 去到九幾年的時候 都是要承認的 再簽一條新條約 就算了 即是放棄了那些領土 其實是 怎樣影響俄羅斯 怎樣逼俄羅斯撤走部隊 真是做不到的 有些事情是 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即是被俄羅斯佔了那麼多領土 國家領土人都要承認 這些是沒有辦法了 這些是俄羅斯的領土 對不對 怎樣搞 搞不到的 好了 中國外交部之前是怎麼說的呢 就說 國際刑事法語 應該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 採用國家元首依據國際法享有的管制豁免權 應該依法審診行使職權 善意解釋和適用國際法 避免政治化和雙重標準 其實國家說得很溫和 很多東西都 講到這裡 其實大家都可以判斷一下 究竟 習主席有沒有辦法 談得好 這件事 講到這裡 有關習主席和拜登 對不起 和武經委和拜登 這是口誤來的 聊天的訊息就講到這裡 習主席和拜登暫時是沒有辦法談的 暫時是 應該要先講清楚 但是回來我們就會講一下 美國和歐盟 現在在俄烏戰爭上做什麼 好了來到這裡休息一會 歡迎我們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先休息一會 我們來說 請來 請來 我們 現在 我們 有 我們 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